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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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上次有讲过说 这个传输线呢 大概有三种的情况 那另外一种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MicroStrape 那基本上面呢 大概 在这个传输线上面的话呢 大概可以 因为它主要的都是用印刷电路板做的 所以呢 大概可以有两种情况 一本这个时间已经很久远的话 那 你知道一定要有一个借电值 好 Dialectic 那 这个Dialectic呢 那底下呢是一个Conduct的部分 好 那这个Conducting Plan呢 另外一端一定是一个 有一端是接地 另外一端的话呢 我们平常在这上面 涨一些 这个 这个 印刷电路板的话呢 真的 就是一个Metal的 这个Strip OK 那 就利用这个中间的部分 它Transmission Line 这样子在传递 这样子在传递 这是一种情况 那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整个的电路 我们整个的电路上面跟下面全部通通是用Conduct Metal 那 中间呢 还有一层 就是我们所谓的Metal的Strip 好 好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常常是把这边接地 那这边也是接地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好 两个是去并联的 两条Transmission Line 在并联的情况 那这Transmission Line 就在这两个中间在传递 那不管 啊 是 这个情况过这个情况的话呢 所有的性质 就是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 啊 在之前讲的 这个Paylor的Transmission Line 的情况 就是 两个导电 的板子 这是在我们之前 已经讲过的 就是你的两个导电板 那这两个板子呢 中间呢 那Transmission Line 这个 电磁波就在这边传递的情况 那它的传距 是 he and more 的 的情况 好 好 那如果说你这个部分 啊 这个 都是可以 把这里的理论 放到这里来应用的话 那 那课本上就有一个题目 啊 这个实题的 这个 例题的话呢 它是 把我们讲 Transmission Line的 就是 应用到这个 Case上面 那 我说 如果 在一个 啊 这个 MicroStrap的Line 里面的话呢 那 我们忽略了它的 这个边端效域 OK 那 假设呢 它Substrap呢 好 好 这个Substrap 它的这个厚度的话呢 我把它画在这里好了 我说这个DialateSubstrap的部分 它的厚度如果是 0.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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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宽度是多少 就是我们的W 那我说假设这个Dialgic 它的HR是2.25 那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整个装置 第一个情况的话就是说 这整个装置的话呢 它的Resistance 那它要等于50欧姆的话 那我们说W要多少 这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求的 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回归到我们之前我们讲的 我们说这个Resistance 它所对应的Z0的话 它是跟D有关系 然后跟W有关系 然后跟Ision有关系 跟Mu有关系 这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已经在这个平行版的 这个 两个平行版的Payroll的Transmission Line 已经知道的 那现在你就利用这个结果 你说D是0.4MN 那W是你不知道的 然后我的Ision Mu呢 因为这个不是磁性物质 Mu0 那IsionR是2.25 乘以Ision0 OK 那这个我希望得到50欧姆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知道说 这一块 这个东西 根号Ision0 Mu0 就是什么 Eta 真空的时候 那这个是377 OK 所以你马上你看到 你这整个结果 W的话 你就可以得出来是0.4乘以10的-3 50乘以2.25分之1乘以377 这结果就出来了 这大概是2乘以10的-3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你如果要得到这个Transmission Line 是这个0.50欧姆的话 这个值大概是2乘以10的-3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里面 先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这整个系统的 Inductance 跟Capacitance 电感跟电容 这也是我们一直很 对我们整个问题 解决非常重要的一解 那在之前 我们在这个 Paylor的Transmission Line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说 如果这个是D 然后这个宽度是W 然后这个宽度是W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L的话是μ分之D除以W 然后Capacitance呢 是一小分之D分之W 所以你就依照这个结果 你把它求出来 那我们L呢 现在就变成是μ0 然后D是等于0.4mN 然后W是2mN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你的L的值 L的值在这里的话 就是2.51 乘以10的负7次方 Henry per米 好 这个都是Per Lens Inductance PerLens 啊这个是Capacitance PerLens OK 所以你这是单 这个单位长度的电感值 那同样的电容值的话呢 就是Islam 然后D 分之W 所以你把你的一雄零 乘上2.25 然后乘上W的话是2乘以10的负3 D是0.4乘以10的负3 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大概是99.5 乘以10的负12 也就是99.5 皮革花了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装置 它的Capacitance 跟Inductance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是你可以去处理的 也就是说 到底这个电磁波啊 在这里面传递 它的Face Velocity是等于多少 那这个是等于μ1.1分之1 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个系统里面 它的Face Velocity 一样的 你也可以把它算出来 μ1小0分之1 那我們就是等於 1小R 1小0m0分之1 也就等於2.25 分之1乘以C的部分 那你這個開根號的話是1.5 所以你就變成是3乘以10的八次方、5 除以1.5 也就等於2乘以10的 這個8次方。 每秒 这就是你的 这个Face Velocity的情况 那只不过你现在 你必须把你的 平行版的部分 换句话说 既然你已经 忽略了边端效益 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好像看成 这一部分是一个 平行版的 这个Transmission Line来看待 好 那这个边端效益 你都不管它的情况 把它劣势的 把它处理掉 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如果依照这样的话 那你就没有什么好 在额外的 因为你已经把 你最重要的边端效益 忽略了 好 这是我们在 这个电子坡里面的话 一个 常常使用的 一个印刷电路板里面的 Transmission Line的 一个情况 那接着呢 我们又知道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已经有一个电池 这个Transmission Line 给你了 那他呢 在整个电路里面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换句话说 我们要来看 他的整个线路 Leon-Koschhoff定理 所得到的 一个 这个 电压方程式 跟电流方程式 我们接着 这是我们要讲的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待 就是说 刚刚有几个参数 L C 这是我们常常看一到 一个Transmission Line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实际上呢 我们其实整个Transmission Line 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来看待 我说 我用平行摆的方式 来看到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 上面的是 Conduct 然后呢 中间呢 你都已经知道 它是Diurex 那 对于Conduct的两端呢 我们有两个 参数是 你很重要的 第一个呢 就是 你的Resistance 这两个的Resistance 那包含的就是 我现在讲的Resistance 都是 讲 Unilance 来讲的话 就单位长度来讲的 当然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单位的话是 每米多少欧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 电感的部分 Inductance OK 那 当然这个就是 亨利 每米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 界电池的部分 那界电池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capacitance 也是一样 per unilance 这几个参数 你如果 先抓住以后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把整个线路 就放到 这几个参数里面来了 还有这个界电池里面呢 它的 Conductance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是 法拉 本米 这个呢 是 西满 本米 好 这几个参数 是我们接着 我们要看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两个导体的 这个 transmission line 我可以把它 画成 等效电路 那等效电路 是怎么画呢 就是 在conductance的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就把 我这个 我的resistance r 然后它 对应的是 per length 我说有 data g 长度 那它的 整个的 这个 这个resistance 就是r data g 然后 然后再来 有一个是 我的 inductance 那 inductance的 部分呢 一样的 一样的 它 那这个 长度是 data g 的 capacitance 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 conductance conductance的部分 因为它其实是 电阻的导数 那我们还是用 电阻的 符号 那它这个是g data g 那你整个把它串起来 那你串起来以后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 进去的 电压 我们说z t的时候 我加进去的 电压 到 z加 data g 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电压是多少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那中间的话 它间隔了 data g 这个data g 包含的是 有rdata g 的conductance 部分所提供的 还有这个中间 data g 所提供 那当然 你一样的 可以把 电流的部分 放进来 电流在这里 是z t ok 到这个位置 出来的电流 应该是 i z 加 data g t 换句话说 你这个 电子波 你在传递的 部分的话 我们说 它电子波 是沿着z 走传递 那 你这个 这是z 的部分 那你说 这个transmission line data g 的长度里面 我可以把它 用一个等效电路 就是我们在黑板上 画的一个情况 那 这一段的长度 对我的整个 transmission line 来讲 它代表的是 data g ok 的长度 如果 你这个等效电路 你已经 ok的时候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对这个等效电路来讲 我们用我们的 Coshe Hall 定理 跟我们的 Coshe Hall 里面有一个 电压定理 一个是电流 那你现在 我们先把 Coshe Hall 的电压定理 放进来 好 那你把Coshe Hall 的电压定理 放进来的话 Coshe Hall 的电压定理 告诉你的是什么 电压定理的话 就是一个回路 你所有的 整个电压 是什么 要跟input 跟output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回路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的是 VZT 减掉 R data Z 乘上 I Z T 再 减掉 L data Z 的I 这是指对T为分 所以我们用偏为分 然后再减掉 V的Z加达Z T 这整个回路是等于点 没有问题 就是 从这一端 一直到这一端的情况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是 我把这个项 稍微的整理一下 Z加达达ZT 减VZT 除以 DeltaZ OK 我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这个就是 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 我在微积分里面 当DeltaZ DeltaZ 7近0的时候 这一个整个项 就是 LongVZT 对Z的微分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左边 我既然知道 我要 我整个电压 对Z的关系 这是我想要做的话 那 右边的部分 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他减他 所以是负的 OK R I Z T 减掉 L Rong I Z T Rong T 所以我们把 这个负号 拿到这边来以后 就是 R I Z T R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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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Rong I Rong T 这是第一个 方程式 你看到的 有Cashthorpe里面 你看到的 这个 那第二个 我们把 电流方程式 Cashthorp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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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方程式 我们随便找一个 我说就这一个点好了 这个节点 进来的电流 要等于出去的电流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看到 进来的电流要等于出去的电流是I ZT 这是进来的 减掉出去的 出去的部分包含是I Z加ΔZT 然后还有一个是从这边流过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部分的话就变成GΔZ 然后乘上VZ加ΔZT OK这个是电阻的导数 所以V除以R就是I 然后再减掉 从这里流过的电流 那就是ZΔZ 软V软T 这等于0 这有没有问题 它同样的 我们比到这上面的 我希望看一下 这个电流I 随着位置的变化 我只要把这两项 除以ΔZ OK 然后ΔZ Limit趋近于0 那你就可以看到 I Z加ΔZT 减I ZT ΔZ 这个 就等于负的 GVZ加ΔZT 减掉 这是C C 这是capacitor 减掉C LongVZT LongT 所以你看到了 ΔZ趋近于0的时候 然后这个就是LongI ZT LongT 把负号提到这边来 这就是G V ΔT趋近于0 ZT ΔZ趋近于减效 LongVZT LongT OK 这是第二个equation 电压跟电流之间的关系 那这两个equation 我说 我想要去解出来 把I跟V的关系的话 那我们说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把它转变为Facial 那如果是把它转变成Facial的话 那就是Harmonical的Time Dependent的部分 那在Harmonical Time Dependent的部分的话 你就直接把我们的电压关系 就可以直接写成VZ EJ Omega T 然后电流关系 是等Long Part I Z EJ Omega T 把它带进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equation 就变成是我们的Facial的equation 那对于Facial的equation来讲的话 就变成Fu的Long VZ Long Z 就等于Ri Z 再加上 比I 比T的话 变成多了一个Z Omega Li Z 所以你现在变成R加上Z Omega Li Z 这是第一个equation 第二个equation呢 一样的 你现在变成Facial Long I Z Long Z 这就变成Z VZ 然后 这已经是正的 因为负号体出去了 所以这是C 然后对时间为分 Z Omega VZ 那就变成是等于 Z加Z Omega C VZ 这是两个equation 这两个equation 偏为分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写成权为分的 因为你只是 Dependent of Z 就变成R加Z Omega Li Z 然后 然后负Di VZ 就等G加Z Omega C 的VZ 这就是 我们对Time 我们对Time Harmonical的 这个Translation 我们的Transmission Line Equation 非常简洁 非常简洁 那有同学会感觉说 这样子的方程式 是不是对之前 我们曾经处理过的 某些东西是 蛮类似的 那我说 你是对的 这个直觉是对的 因为这样的方程式 你把它再微分一遍的时候 我说 你把它再微分一遍的时候 那我们对一个 好 我们先把那个方程式 我们看一下 之前 其实我们 见过这个方程式 是一个Special Case 是什么Special Case 如果你不健忘的话 它的方程式是 R等于0 跟G等于0的时候 那R等于0 跟G等于0 就是我们 Under Lostless Condition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 G等于0 R等于0 OK 我们说这个 Dialectic是 无穷大的 这个电阻 那这个 Dialectic的部分 是无穷大的电阻 那Conductor的部分 是电阻 是几乎是等于0的 Perfect Conductor的情况 所以 在那个条件 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 你平 看到的 之前看到的 就是这个方程式 Z Omega Iz Fu Di Dz Z Omega C的Vz 这是我们之前看到的 Equation 那现在只不过是 我们没有把 R当成是0 没有把 G当成是0的情况 OK 这是第一个 你看到的 这个 Transmission Line Equation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把这个结果 跟什么连接呢 我说 我希望把这个结果 跟之前 你既然知道说 G不等于 R不等于0的情况之下的 那就表示这个Wave 在这个 这个Conductor的部分的话呢 和这个DiR的部分 它会有什么 衰减 对不对 那衰减的部分 我们的Propagation Constant Gamma的部分 在当时我们就说 Alpha加ZBeta 这个Alpha是什么 衰减的常数 换句话说 我们的Gamma 不再会是只有这一项而已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常常 把它用说 我们把 假设电池波不衰减 那我们就把Gamma 整写成ZBeta的情况 那 我说我们回归到 Gamma是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 你现在想 之前我们也做过 那我们说 我们的特征 那你现在 你把 你把那个 两个方程式的 把它为分 再一次 那这个为分一次的部分的话 R加 ZOmegaL DI DG 那你就可以把 DIDG带进来 这边R加ZOmegaL 然后 G ZOmegaC 然后 BG 那之前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Gamma平方 Gamma平方 就是R加ZOmegaL G加ZOmegaC OK 那 也是 我们之前 我可以把 这个写成 Alpha加ZBeta 它的开根号 这就是我们的PropagationConstant 之前我们已经讲的 PropagationConstant OK 好 换句话说 这个是 这个 PhaseConstant 这个是 AttominationConstant 那 同样的 这是电 压的部分 那同样的电流 你也可以写成 D平方I DG平方 负的 就等于 Gamma平方的IZ 你再把它维分一遍 就出来了 OK 那这个 你如果回去 翻你之前 我们对应的两个参数 一个是电磁场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电场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两个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对称的 那我们先 先把这个方程式先解一下 OK 好 抱歉 这应该不是正好 付付 那就变正 对 谢谢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个方程式的话 基本上面 你会看到的就是说 你既然是它跟它的Propagation有关系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infinity的line 本来这两个方程式是应该有两个解 我就举这个例子来看待 底G 是等于Gamma平方VG 它应该它的解是V正G 然后另外一个解呢 是V负G 那所谓的V正G的部分呢 就是它沿着这个G的方向在传递的 E负G 然后这个V负G呢 是这个电子波呢 沿着负G方向在传递的电子波 OK 好 那这两个 是我们之前我们说 它可以沿着正G传递 也可以沿着负G传递 那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解对沿着正G传递 它decade 这个沿着负利传递的话 Z是负值 它也decade 然后我们有一个问题 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现在这个transmission line 是infinity 换句话说 这个line infinity的话 我已经插掉了 电子波过去的时候 会不会有反射回来的 没有 因为它还没有碰到戒指 所以不可能有沿着附近传递的电子波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说 对一个infinity的line而言 这一项是不需 这个没有反射的 那没有反射的wave的部分的话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实际上 你的解只有 前面这一部分而已 那我的vz 就等于v0正1负γz 这个部分 也就是vz这个部分 那同样的道理 i也是一样 iZ呢 就是等i0正1负γz 也就是i0正z 这个部分 是你的解而已 那我们说 对这样的一个case来讲 vz除以iZ 就是我们的impedence的定义 z0 OK 那它等于多少呢 你把它比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它其实是v0正 除以i0正的部分 OK 好像是这样就结束了 那 但是我们如果 把它带回去 我们的解里面的话 我说我把 我的vz跟iZ 把它带回去 这边 我把vz跟iZ带回去 它是负z vz加jOmegac的Vz 那你把它带回去的话 就变成是i0正 这个对织为分 这个对织为分的话 这边负的 γ也就等于g V0症除以I0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等于 Gamma除以G加JωC 同样的道理 你再把它带回到 这个电压 对位置的关系的时候 那我可以得到 Gamma的R加JωC L 那实际上 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 其实就是Gamma平方 等于这两项的长层 就是我刚刚在这边 已经告诉你的结果 所以在这边 你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 impedance的部分 OK 它是一个什么 不管你用这一项 或者是这一项 你都看到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of-G 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一个物理量 这是它的电阻 OK 那这里 只适用在这个 infinity line的情况 就非常非常长的 一个传输导线的话 那我们看到 它的impedance 其实就跟我们的 resistance有关系 跟我们的 这个inductance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conductance 跟capacitance 有关系 那跟我们的长度 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 一个事实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有助于我们 在设计我们的 transmission line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 impedance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计算 那就跟长度没有关系 那就很好办 而且它也跟z 没有关系 不应该讲跟长度 没有关系 跟z没有关系 就跟位置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 这个infinity的 这个transmission line 它在任何的位置上面 它的impedance 都是一样的 那电池波在这里面传递 那在个点的部分 你都非常的 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uniform的 一个问题 那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equation 我们刚刚讲说 它其实是跟什么 跟我们之前在讲 电压跟 电厂跟磁场是相关的 那你现在把它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 你把之前我们电厂跟磁场的关系 把它挖回来 看 翻到前面去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照 在之前我们说 在一个 Rawc median 那你的电厂 是等于负 j omega 这个 mu-zmu-h OK mu 就等于 mu-zmu-zmu-pland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那 这之前我们已经都讲过了 也就负 我们把它写出来 一雄pland 减 j一雄doublepland 一雄一雄pland 减 j一雄doublepland 所以你把它在harmonic的这个harmonic的wave里面 一样的方式 你把它用 位置把这个方向把它放进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对x方向 比z就等于 j omega mu-pland j mu-doublepland hyz OK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方向是z方向 那电池电场的方向是x方向 所以xyz y的方向 OK 是磁场的方向 那我们看到 第y 第z 这个呢 等于j omega 一雄pland j 一雄doublepland doublepland 这个方向 方向把它放进来以后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equation 我再把它微分一次 那再把它微分一次的部分的话 这两个equation就变成是 底平方 e x底 z平方 就等于 负 gamma平方的 e x z 那底下的这个equation呢 h y h y d z平方 也是等于 这已经是正的了 γ平方的 h y z 那在这里面的γ 就是这两个项 的成绩 换句话就等于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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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同 这里面的 pubigation counts 它完全是对等 OK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对照表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 两个方程式 所对应的 在losi media里面 你可以看到 你对电场的部分 γ平方exe 对磁场的部分 γ平方 hyz 那在transmission line 那是这两个equation 底平方bz 底z平方 是等于 γ平方bz 底平方ig 是等于 γ平方ig OK 所以它们两个的γ 这两个γ其实是 有对等的效应 一个呢 γ是等于 α加jβ 那它就是等于 οmega 那边的部分 把它放过来 double double 加j omega 一胸π 然后 omega μ double π 加j omega 的μπ 这是我们 那这边的γ就是这一下 你把它写出来 加嘛 α加jβ α r加j omega l g加j omega s 所以你看到了 电压跟电流的这个对位置的关系的部分 在我们磁场跟电场的部分的话 一样的有对应的关系已经存在了